大家好,我是酷奇 今天要来玩的游戏叫做Carrion 游戏目前还没有正式发售 但是终于等到试玩版了 我从好几个月前就有注意到这款游戏 因为游戏的风格真的太特别了 玩家要扮演的角色是 触手 没有错,就是触手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我自己也是第一次看哦 Carrion 中间就是心脏吗 我在这里耶 左stick是移动 超夸张的 比我想象中还要更夸张耶 透过触手来移动 然后RB是怎么建啊 RB? 看起来像吐出什么东西来攻击一样 end with the right stick and hold the RT to grab object 这样子吗 然后 拉开 哦 有点难操控哦 然后下面这个应该也是吧 把它拉起来 OK 移动 我现在最期待的就是杀人了 然后这个一样 用我们的 又 又 试一下 打开 OK 有人耶 怎么打怎么打 打不了 打不了 诶 好残暴 好残暴 哇 这个打法怎么是直接用物品来打人家 这死 我还以为它会吸收人类耶 看起来是没有这回事啦 然后下面这个也把它打开好了 诶 诶 下面这个就打开不了咯 那我们往上走 诶 其实比我想象中才会更难操控诶 怎么会这样子啊 来看一下喔 像这个正下方我过得去吗 不行诶 下面 上面呢 上面感觉有路 但是我的触手伸不上去 快 触手目前就只能往左右伸而已 上下无法 那怎么办 把人抓起来吗 呵呵 到底是怎样 喔喔喔 上来上来上来 有敌人喔 看起来是要来杀我的 这个应该也是把它拔开吧 诶 真的不大好拔诶 我说真的 那攻击剑呢 也没有用 还有一个键 像是叫声一样 呀不行 难道这里是死路 有这样子的事情吗 下面明明就可以走 应该是我操作上有问题吧 等一下 Chris A 哪里哪里 这里吗 他钻进去了 然后下面打开了一条路 这个是怎么构造啊 而且我是会变大只了 Consure human to regain bio mass and growing size 要怎么吸收呢 来咯来咯吸收 哈哈哈哈 最后是把人家杀了而已 要这样正确吗 哈哈哈哈 跟我想像这么不大一样诶 要怎么吸收啊 我只能瞄准人类而已 瘋狂的斩杀人类 诶不过在某方面来说 我好像真的长大了诶 继续移动 啊 枪 枪我避免不了 那这个呢 这个我打开得了吗 呃 我好像没有操控能力诶 可以可以可以 触手万能 RB offensive skill 所以这招是 哦 诶这招是防御吗 哦我被烧到了诶 RB不是这个吗 再试一次哦 啊 这怎么办啊 等一下 诶诶诶诶诶诶 我蒸发了 所以游戏还是有死亡的概念啊 我们往下走看看好了 下面还有一条路 你本来就这条路吧 我觉得它的意思啊 应该是指说等你的生命值变得比较少的时候 你可以透过吸取人类 来回你的血量 我觉得这是一个大乱斗诶 小心哦 这里好可怕哦 先把这个给扯开 慢慢走过来好了 这样应该比较安全 然后靠我的触手 Open 嗯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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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n 哦 等一下打不开 诶我刚刚怎么打开的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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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不开了诶 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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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比起这个啊 我想要去的是这个下面 这里感觉有路 有吗 左边有啦 毒物区呢 啊 不过目前啊 这个木 木柵栏我好像还没办法击破诶 看起来是没办法的 所以呢 我们就干脆 来绕个一圈好了 小心哦 小心 这个游戏啊 操作意外的难 但是怪物 动得还蛮厉害的 这个是防御技能吗 ok 干掉了 我觉得还是先下手为枪 yoshi 然后上面这个应该也是可以 啊 还有一个人 去死 臭东西 我被烧焦了诶 怎么办 我要死了 哦 原来要进水里面啊 然后他说可以吸人类 要怎么吸啊 呵呵呵 这样子是吸了吗 啊 ohyoshi 啊啊 没了没了没了 然后 下面还有一个人啊 这条路难道就死路了吗 看起来是又好像不是 ok 诶 他尸体呢 呵呵呵 他有丢掉了 对啊 你看上面明明有路 但是他的触手好像没办法伸到那么远的地方 来试一次好了 okokok 赞哦 小心人类 小心人类 这个世界人类最可怕了 怪物什么都不是 然后把这个往下拉 yoshi 哦 那什么东西 哦 哦 机器机器 哦 哦 等一下 好危险 这什么东西 离开离开 啊 不耐啊 不耐啊 不耐 哦 好危险的 哦 这里有一个诶 很神秘的区域 他看起来专进了一个细缝里面 然后呢 第二个 看起来这次的试玩版啊 总共有三个呢 小心小心 好危险好危险 然后我现在的目的是要把这个给拉下来 要怎么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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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往下 ok ok 说是ok啦 不过这里是不是死路啦 我也不能做任何的操作了 然后明明就有一个攻击剑 但是好像到目前为止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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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诶 伸过去 然后呢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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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反应 好吧 这里看起来应该是没有路了 那我们再往回走 这个好可怕哦 有没有漏 有没有漏 上面有路 但是我可以吸引到他上面吗 好像有点难诶 拿爛泥 去死 OK 啊 好難 這個像蜘蛛網的東西到底是什麼啊 可以再進來一次嗎 好像不行了耶 嗯 欸 不對啊 這樣我也回不去了 結果我應該要做什麼事情 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 發生什麼事啦 剛剛爆炸了耶 喔 裡面有東西喔 可以吸收 而且我發現啦 好像用滑鼠比較好按 Press Base Upgrade Steel Dash 還有衝刺喔 欸 MNB 厚的就可以衝刺了 好大隻喔 好餓 衝刺 衝刺 如果是這個的話呢 後的RB就可以衝刺 怎麼衝啊 為什麼衝不了啊 喔喔喔喔 好帥喔 然後 看起來衝刺要衝這邊喔 來試一次 YES 好壯觀 怎麼那麼大隻啊 好可怕喔 這到底變什麼生物啦 喔 等一下 不要打我 不要打我 啊啊啊啊啊啊 要辦要辦要辦 欸吸 欸吸 你都給我去死 啊 我死了 哈哈哈哈 結果是我死 大家喔 我說一下喔 這個真的是比想像中還要困難耶 先把這個幹掉 好 OK 然後再來是進入這個地方 確實的把這個抓好之後呢 等一下 抓一下 抓 好 打開 接下來是這個問題 看起來是要把這個給打破 然後才能吸收裡面的東西 精華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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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戲 接下來就是要善用我們的DASH 看起來有好多顆眼睛喔 而且也不大好衝刺耶 好 這也是要小心喔 我們從上面走好了 上面不行 這也是死路吧 欸 不是耶 可以可以可以 呵呵 都觸手 離開 接下來這裡才是重點 好 等一下喔 等一下 這裡我該怎麼辦 要來吸收他們嗎 去嗎 我該怎麼吸收 好痛好痛 也行也行也行 やめて 不要欺負怪物 好難 神難 換滑鼠看看好了 其實滑鼠真的沒有比較簡單耶 抓起來 然後打 把滑鼠的話呢 用左劍就可以奔馳 然後右劍是抓住東西 接下來就是把這個抓住 左右甩 よし 再來是過來一點 過來一點 space 過來一點 再過來一點 space 這個滑鼠要操控點 好難喔 怎麼那麼難啊 要先按住 MMB之後 然後再放開 左劍 什麼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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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不上去 我還是回歸我的stick好了 好 勉強 好像還可以接受一點點 但是他的方位啊 跟我想像中都不大一樣耶 你看 先離開好了 我剩最小隻的型態了 討厭 我真的不能跟人類作戰 我們先離開好了 太危險了 然後這個呢 而且我的血量好少喔 接下來是把這個點打開 打開了之後呢 左邊好像為他們 多了一個潮聲口耶 在水裡面我可以裝過去 但是 欸 為什麼 水裡面我的型態好像變得不大一樣了 好吧 那我們就小心一點 喔~~ 不要 你不要欺負我 我是無辜的 好 抓人抓人 好 損血損血了耶 可以補一下血嗎 可以補一下血嗎 按著就可以吃啦 喔喔 補血了補血了 我看到了 讚喔 よし 抓好你們 然後吃掉吃掉喔 うま おいしいおいしい 有沒有吃啦 趕快來吃啦 我要進食 よし 補血補血補血 我們打的比剛剛還要順一點喔 接下來就這邊了 下面太多敵人了 抓 抓 抓不到 よし 然後回來 當上我的飼料 よし 雖然損到一滴血了 但是補到一滴血 讚 這裡還有 過來過來 當上我的飼料 我應該往那邊走啊 RT 這是一開始的地方耶 欸 我回來了 所以說我現在應該要去的地方是 這個的正上方嗎 欸 還剩一個孔啊 這個孔該怎麼去啊 下面也去過了 上面 喔 還有一個地方我知道 這裡 這裡本來衝不過來 然後現在有了這個能力值呢 還是過不去啊 欸 為什麼 所以說那個能力值一旦被打到之後 就會消失嗎 欸 這個設定太可怕了吧 那我們再回去一次 靠著我的觸手 快速移動 移動的速度算是蠻快的 欸 真的沒辦法耶 等一下喔 等一下喔 乖乖的等我喔 來 應該還可以再吸收一次 複形 什麼 複形 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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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回來這個心臟的地方啊 原來如此 然後這個形態就要小心一下喔 不要浪費 OK 這邊的敵人也都打死了 所以我們可以安心的過來 好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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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上面 這裡 欸 要怎麼衝刺啊 等一下喔 我研究一下 よし 衝過來了 不要打我 他在電我 他在電我 阿滋 阿滋 我會這樣子 我看不到敵人欸 我是不是要死啦 來水裡面一下好了 欸欸欸 我彈上來了欸 為什麼 沒關係 看起來也是一個要素 接下來就是把這個抓起來 往下開 よし 終於打開了 為了要走到這一步走好遠喔 然後我可以鑽過來嗎對不對 然後這個一樣把它打開 瞄準一下 喔 這裡阿 然後中間這個閥門也打開了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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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台機器 好麻煩 然後水位上升了欸 喔 因為水位上升 所以我才能過來阿 Oh my god 這機器超可怕的 被瞄準到的那一瞬間就要離開 喔 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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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超殘暴的 然後吃掉 來 吃掉 吃掉 微信 微信 但是我沒有補血欸 為什麼 難道人類的營養太少了嗎 我要更多的營養 喔 這裡有一個 欸 轉進去了 那這樣應該就能夠確保 三個門都受到影響吧 喔喔喔喔喔喔 我又有另外一個型態了欸 喔 這是一開始的一個型態阿 然後 然後 等一下喔 那我應該是沒有必要戰鬥了吧 現在我的目標呢 就是逃離這邊 小心不要被雷射打到 從上面走 欸 從下面走好了 這樣子 喔可以了欸 那我進去囉 喔喔喔喔,結束了 超詭異的一款遊戲 這款遊戲操作性比我想像中還要難得很多 但是趣味性倒是滿滿的 而且看這個情況 後續可能會有很多的形態 等著玩家慢慢的開發出來 除了衝刺之外 吃人類 然後在水中能夠自由自帶的變形之外 到底還有什麼東西 這個倒是讓我在玩砧板 會滿期待的一個要素 好 期待它出來之後 能夠帶著大家一起玩 那今天的影片在這邊改個段落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